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相傳過去在遠古的時代 這個火神和水神相爭 把天弄破了一個大洞 所以過去女蛙是煉食補天 所以客家族群 在每一年的客家天川日 為了要紀念還有感恩 這個女蛙是補天 所以特地在天川日這一天 都會休假 放下這個農事 各方面的工作來休假 這個載歌載舞來紀念 還有這個感恩 表達感恩 這個健行活動之外呢 還有很多的客家的活動 包含了客家武師 客家歌謠 青年朋友的客家服裝的表演 還有客家的綜藝節目 一系列這個活動可以讓我們所有的好朋友 共同來參與 榮中的這個非常的歡迎 所有的各位好朋友 這個非常適合我們親子活動 積加代券 共同來參與 特別我們園林184公頃 這個建設完成之後 目前園林的交通各方面都非常的方便 這個邀請我們各位好朋友 共同來參與 好 我們model們呢 牽著我們副縣長的手呢 就站在我們這個舞台上 為大家呈現我們這個客家的風貌 給他們一點掌聲好不好 今天副縣長看起來特別帥氣啊 好 我們所看到的呢 就是我們用這個創意的短T-shirt 接合我們的客家花布 由學生來做設計的一個創意的呈現 可以看到我們客家花布呈現在 我們的這個服裝的設計當中呢 又呈現不同的風貌 這個呈現 也為大家邀請在今年103年全國客家日在園林 2月19號國立1月20號天川日來舉辦